可以说龙头一号是当时美军最为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 艇商中有当时最为先进的声纳系统 但是令全艇官兵感到吃惊的是 6月24号下午2点左右 也就是在整整跟踪了一天之后 前方的苏联潜艇突然消失了 这让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 对于龙头一号来说 做好守门员是他唯一的使命 即一旦有苏联潜艇出海 就要跟住保持警觉 如果发现苏联潜艇有攻击的企图 就要赶在对方发射弹道导弹之前将其摧毁 但是现在目标不见了 这不仅让美国有遭受弹道核导弹攻击的可能 同时自身也可能被疯狂的一万给击沉 那么那艘苏联潜艇到底去哪了呢 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潜艇在海中斗法的事件经常发生 和海面上的冲突相比 水下冲突更为显得直接与残酷 双方的核潜艇屡屡上演 类似猫捉老鼠的跟踪和反跟踪的水下较量 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上级下达的消灭对方的命令 双方在海中较量的目标都是把对方逼得上浮到海面 胜负一分往往双方就会心照不宣地各走各的路 但是这一次龙头鱼显然不是要把眼前的这艘苏联潜艇 逼得上浮 而是要长时间地跟踪 但是对高速航行的潜艇近距离跟踪 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游戏 这个潜艇把这个采取措施 减造措施之后啊 使它的噪音很低 如果你跟的距离稍微远 就可能把目标丢掉了 所以要跟的距离很近 跟的距离近就相撞的危险 特别是对方发现你之后 有可能反制你 而平凡的较量 也让美苏双方潜艇各自发展出了一套对抗战术 西方潜艇的标准战术动作 是想尽办法绕到对方的后面 而苏联潜艇经常在正常的形式 和固定的航速下突然掉头 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踪的敌人 一旦发现自己被跟踪以后 就百舵悬回 并且采取迎投对撞的战术动作 在1969年的11月15号 美国有一艘第四代的攻击核潜艇 它在那偷偷地监视苏联的 就是H级的第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 它在监视人家的演习情况 这个苏联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它是第一代的 所以它声音可能噪音比较大 那么被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跟踪 它确实是没有看到 美国的这艘攻击型核潜艇 在监视它 实际上就在它的对面 这艘潜艇不但没有减速 照常就迎着美国的潜艇 就撞上去了 你这不要命了 你这对着我就撞了 美国人把采取这种玩命方式 来摆脱跟踪的苏联潜艇 叫做疯狂的一般 他们最触头的就是对方艇长 使用这种两败俱伤的战术 由于苏联核潜艇的主要基地 都在北极圈附近 所以在设计上非常强调牢固 加之双壳体小坟舱结构 一旦发生水下碰撞 吃灰的很可能是美国潜艇 像苏联的一般来说 就是它这个指挥塔 就是上头凸起来那块东西 它比较坚固 因为那个东西 它是一般是在北冰洋 北极海底才用的 所以它这个是 就是一般是那块比较坚固 所以它经常想用 我这个鼓起这个东西 来撞击你 或者插你一下什么地方 用我最坚固的部位 撞你最薄弱的部位 就在龙头渔号上的美军 感到困惑之际 突然传来了一声 巨大的金属撞击声 据当年艇上的导航员 2012年对媒体披露 当时自己刚完成了观察 躺床休息 就听到了剧烈的金属撞击声 自己和一些正在休息的士兵 被一股很强的力量 扔到了床铺的角落里 随即他们立刻光着脚和上身 跑到了监控室 险情报告很快出来了 苏军核潜艇撞上了龙头渔号前往塔 撞裂了龙头渔顶部舱盖 海水涌进了前往塔通道